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来宾栗正杰 欢迎大家收看CityTalk 我们的节目会双开直播 在中天电视 以及大国武器大观 On Fire同时播出 那麻烦大家帮我们订阅 按赞以及分享 我想跟各位谈一谈是 中国的要成立的第五军种 也就是所谓的近空指挥部 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军种呢 中国不是已经有陆海空 还有火箭军四个军种部队 为什么要单独拉出来 成立近空部队 首先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近空是什么 接近的近空间的空 什么叫做近空呢 就是接近太空的那个意思 这个从海拔地平面开始往上20公里 到海平到高度到太空100公里 这个高度我们称之为近空 那另外还有一个名词叫卡门线 卡门线是在离地面80公里的地方 大概原则上我们一般定义太空 就是通过卡门线就是离地球表面80公里以上 通过这个卡门线就叫做太空了 所以近空等于说接近于在大气层以下 跟大气层以上这个空间 这段这段区域叫做近空 那近空指挥部是什么样的武器呢 具体来讲就是所谓的东风17 超高音速的这种飞弹 那在这个区域里面 解放军现在所使用的武器 就是东风17以外 还紧接着发展出来东风27 这两种武器有种特性 它除了超高音速 音速可以到5马赫以上 如果回击攻击到地面来讲的话 可以到达10马赫这种速度 而且它在这个空间飞行的时候 它是用所谓的前学生弹道原理 也就是打水漂的方式 它是属于漂物的 你几乎是没有办法去计算跟拦截它 所以这种部队 那解放军不是已经有了火箭军吗 为什么还要有这种部队 因为这支部队 这种东风17或东风27 纯粹的就是一种攻势的武器 我们知道部队有攻势部队 有守势部队 武器也有攻势的武器 有守势的武器 譬如说 这个像这种飞弹来讲的话 它就纯粹就是攻击 而且它攻击出去用的都是什么呢 就是纯粹就是攻击你 敌人这个主要的核心的目标 而且实施精准 还有无情的打击 就是我不注意而已 所以一出去我一发并重 而且一定是对你重要的设施 我具体来讲什么是重要设施 譬如说你的这个雷达站 你这个巨型的天线 还有长城的雷达站 还有你的指挥通讯 譬如说北美防空司令部 像这些都是敌人重要的一个点 在这边 它这些武器就专门攻击你这些地方 把你这个巨型天线 把你这个长城的雷达打掉以后 你可以说对你来讲的话 你就失去太空作战的能力了 然后把你指挥部打掉 你等于就是说 没有嘴巴去指挥你的部队 所以它是进行一种 这种武器专门全 完全就是进行进行一种精准 而准确的这种打击 然后第一点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说譬如说关岛 像这种美军在这个第二岛链 重要的一个指挥枢纽 或者是珍珠港 它重要的港口 在太平洋岛上我们重要的港口 所以说东这个近空部队 它就是纯粹是要攻击这些 用精准用无情 用这个完全摧毁的方式来打击你这些 重要的设施还有重要的地点来做一个攻击 那我们会大家觉得奇怪 不是已经有这个火箭军了吗 那为什么要把火箭军里面的这种 东风时期这种部队拉出来 这边我要特别跟各位讲 第一个就是说因为这些 不管任何一种导弹或者是飞弹 他们都一定有一些相关的战略资源 的这种部队来支援它作战 什么叫做战略资源 第一个就是提供这些飞弹 你的这个监视 知道敌人位置是怎样的 情报从空中看到你敌人的位置 然后坐标导引 比如卫星怎么样来导引这些飞弹 像必须要有提供这些 那再一点 再往下面一点来讲的话 沉寂一点来讲的话 还要提供它这些什么 这些武器 它涉及的基地 或者它的后勤的一些宝藏 那解放军将这个部队提供这些 这些火箭军的这些部队 不管是战略或战术上面资源的 统称为战略资源部队 那我们要知道同样都是飞弹 你巡异飞弹舰对舰飞弹或空对舰飞弹 那种跟这种东风17这种近空的飞弹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的任务不一样 它的后勤保障也不一样 它的战略资源也不一样 那现在解放就希望让这支部队 它完全能够独立在一起 比如说它有哪些战略措施呢 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 第一个卫星 怎么样来侦测到敌人阵地的位置 它的卫星 第二个 比如说它的这个无人机 来监视 第三个 比如说我攻击之后 我对这地方攻击之后 我要了解说我攻击的这战果如何 需要再做第二波的攻击 像这些措施这些能量 就是包括甚至于包括到热气球 或者是高空气球 这些监视的这种器材 或者装备都是独立的 它跟一般的这种导弹部队是完全不一样的 甚至于我们讲的气球 无人机卫星或者监视器材等等 这些都是独立的 所以说解放军可以把这些完全独立出来 交给这近空指挥部 统一让它统一来做运用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我觉得第一个好处 它单独成立在一起以后 它第一个好处 它运用上面非常灵活 它有自己不会 它不用再透过战略支援部队 提供它这些战场情报情知 它自己就可以指挥它自己 它从它自己的直属部队里面 它就会获得这种战场上的情报 第二个 一旦攻击之后 需要再做第二次的攻击 它也不需要再经过转手战略支援部队 它立刻就可以知道 这是它第二个好处 就是它立刻可以自己指挥 是非常具有弹性 非常具有时效性的这种指挥体系 那第二个我们要知道 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这些导弹飞弹 因为它都是远程打击的 所以它会飞过很多的国家 不只是说只有一个国家而已 它可能 比如说我今天要对 这个欧洲某一个国家来打击来讲的话 它可能会 这些导弹会飞过中东地区 在这种状况之下 别的国家会不会有政治上的考量 外交上的考量 像这些都必须要单 那就不像是纯粹在太平洋上面 这种舰对舰或是地对舰 地对海的这种攻击 它可能会经过很多国家 尤其是在高空之中太空之中 所以在外交上面 在政治上面 它也必须要做一个跟外国的一个协调联系 或者是说做一个沟通 因此它有单独成立的这个必要 它也运用上面它才具有这种弹性 那跟一般的这种火箭军所拥有的这种导弹 或者是海空军所拥有的导弹 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想说 现在到底会不会成立这个近空指挥部 当然解放军还没有一个定论 还没有一个定案 可是我只是在这边跟各位做一个分析 如果说近空指挥部 这个高空成立来讲的话 而后的发展 它可能就是向太空来做发展 这太空发展 美国有没有类似这种部队 也有 就是他们所谓的太空军 太空军也就是 他们未来要向太空发展 未来的战争 谁能够掌握到太空 谁就是能够获得制空 才能够真正获得所谓的制空权 那中国在这方面 解放军在这方面的努力也不少 甚至于他们还有一个 所谓的南天门计划 就是所谓的太空军的一个作战计划 太空军的一个发展计划 当然这些都还在研发的过程 那近空指挥部 可以说不管是武器 或者是战略资源 大概都已经具成熟了 只是说要不要单独 成立一个军种的问题而已 那我个人按照军事上研判 为了便于指挥管制 还有通讯联络 还有后续的 这个后勤的保障等等来讲的话 我个人认为说 单独把这个东风17 这种超高音速的导弹拉出来 单独成立一个 近空指挥部的这种机会 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如果说真的成立来讲的话 其实对美国来讲会是一场噩梦 对他们打击能力会非常大 因为他可以很迅速很快 而且在不需要透过很多的繁杂的指挥程序之下 就可以对美国实施攻击 对美国尤其是第二岛链 这个珍珠港 以及美国的本土防空司令部 它的长城预警雷达都会遭受到很大的一个威胁 这是以上第二点要跟大家谈的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聊一聊 有关于这个美国F-35要进驻冲绳 到底可不可行 会面临哪些困难 再来跟各位做一个分析 中天军事频道 大国武器大观onfire 聚集战略专家 军事将领 专业评论 洞悉全球最新军武动态 请订阅频道 记得开启小铃铛 不要错过先变上架 跟及时直播 好 接下来 这个美国在冲绳地区 他们原来部署空军部署的F-15 这个战斗机啊 因为已经老旧了 已经使用很多年了 他们要换新的 要换F-35 这种隐形最新型的隐形战机 进驻日本冲绳 那美国的以前 前一个海军陆战队的队员 也放出这种讯息 那我个人认为说 这可能性非常高的 因为F-35战机确实是已经使用很多年了 它属于第四代的战机 然后如果说要在这个地方 对抗中国最新的歼20来讲的话 可能立有未带 所以说它换装新的F-35 我想是势必必须要实施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现在来跟 我跟各位来探讨一下 这美国啊 这个F-35到底进驻冲绳的可能性 以及能够发挥多大的效果 它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第一个 其实F-35战机啊 虽然说是美国号称第五代战机 但是他们自己 美国自己GAO 他们自己评估报告 这种飞机其实它的保养成本 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非常的不好保养 尤其是它面临着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是所谓人员训练的问题 你保养就是要有人去保养 那美国我们都知道 它现在人工非常的贵 尤其是专业人才不好获得 所以这些飞机大部分 都在美国本土来实施保养维护的 那你现在这种飞机 你放到冲城之后 那现在来讲 全世界各国的F-35战机 如果一旦有任何状况 或需要维修的话 那小维修当然可以换换轮胎啊 这个大概没有问题 但如果碰到大型的维修 需要做大保养的话 就像我们汽车 要进场做保养 要大保养的话 它这飞机是要回美国 原厂去保养的 那你想想看 从冲城拉回美国去的话 这中间 这个不管这个战地的空隙 或者是中间的运费 其实影响都是非常非常的大 尤其是什么 它现在面临的供应链不足 就是这些零附件的供应链不足 中国又对这种战机最新型的原料 假根者来实施管制 所以它维修上面就是很大一个问题 那根据他们GAO的报告 这飞机的妥善率只有多少了 只有55% 也就是100架飞机里面 大概只有55架能够作战起飞 另外45架是要在维修的状态 所以你说这种飞机 这个真的是部署到冲绳 能够100%发挥战力吗 其实我想说每一个人都会打上一个问号的 这是第一个 它所要面临的问题 那我这边提供一个数据 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飞机维修起来有多复杂 有多昂贵 美军自己的评估 它预计要再花这个1.7兆美元 购买2000架F35 但这1.7兆里面 有1.3兆是用来维修的 所以将近有75%的费用 是要用在维修上面 就你养一架飞机 你买得起 但你不见得养得起 就像我们一般买汽车来讲的话 很多人我想应该很有这种经验 对不对 你说这个一个很名牌的双逼的 这个车子 你买了以后 你可以买得起 但是后续的保养 你不见得保养得起 所以现在其实 大家对这种飞机 全世界各国 不是我们讲它不好 我们要知道 包括日本 包括意大利 这个包括英国 美国最忠实的盟友 英国 日本 意大利 他们已经决定自己 这三个国家已经联合起来 准备研发他们自己的 下一代的战机了 他们对美国的这种战机 已经失去了信心了 因为保养又贵 维修又贵 妥善率又低 在这种状况下 美国 日本 意大利 这三个国家已经准备联合来开发 他们自己的下一代战机 就觉得说你美国战机不太 不是这么可靠 耐用 好用 而且维修又这么贵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第一个我们要提出质疑的 就是说你这种战机 你的维修 你的妥善 妥善率要牵涉到出击率 那你如果出击率低的话 你这飞机来讲的话 就很难有 这个发挥你的战力空间 那第二个 这个飞机如果说进入到冲绳 会有什么状况呢 我想我这边 有一个最新的一个 今天早上的新闻 这是今天早上新闻给大家看 叫什么呢 就冲绳地区 如果台湾有事 日本政府要求三口县 要收容冲绳的民众 我想这是今天早上最新的报纸 其实美军 他驻军在日本跟韩国 因为有一个治外法案 也就是说美军在这两个国家驻军 他其实被这两个国家的民众 是非常的嫌恶的 美军在这地方什么 什么叫做治外法案 就是说我美军如果在你这个国家 我犯了法以后 我可以不受你这个地方 你这个国家的法律 法院的这个调查或者审判 我自己把我自己的这些犯罪的人 回到我美国 来做审判 所以美军在这两个地方 在日本跟韩国都一样 尤其是冲绳 他们可以说 鱼肉相鸣 横行霸道来形容 在那个地方 所做的坏事 是庆竹难输 包括到 这个性侵人家女孩子 殴打人家的民众 抢劫人家的财务 那个美国大兵 喝了酒之后 一旦失去理智 就在外面 这个嚣张跋扈欺负人家的老百姓 带着白种人的忧悦感 欺负当地的老百姓 所以老百姓对他们是声痛恶绝 那第二个 他们还会干嘛呢 因为在这个地方 你飞机在这个地方 其实对当地老百姓来讲 是闲雾设施 你之前的F-15 F-15这种战机 或者是那种你这个 这个制造的噪音来讲 对当地老百姓 生活上面都造成很大一个困扰 那第三个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你在这边驻军 如果说一旦 这些地方打起仗来的话 这些老百姓 大概他们 这个必然会受到 慈余之殃 这飞弹火箭 对不对 就打到他们住家附近了 甚至于不小心打歪了 打到他们住家家园 所以今天早上 才有这个新闻 如果说美军在冲绳驻军来讲的话 那台湾如果一旦有事 那势必要把这些冲绳的老百姓 移到日本本土去 然后才保障他们生命的安全 那你想想看 冲绳老百姓会不会愿意 那美国如果说你要在 进驻F-35到这种 到这个地区来的话 会不会引起当地民众 这个声通恶觉的这种反感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美国跟日本政府必须要面对 当地民情舆论的一种 这种抗争的这种活动 那日本冲绳居民在这地方 对美军的抗争 可以说已经是屡见不群 经常会发生的事情 你如果说真的一旦打起仗来 那你想想看 日本冲绳老百姓 他们会帮谁 会帮你美军吗 我是觉得说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 那第三个 我特别要说就是 这个引擎战机 现在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引擎的效果呢 我们看一下 这叫米波雷达 这叫米波雷达 什么叫米波雷达 就是这个雷达的波长 它超过一公尺到十公尺 这段区域 那这米波雷达 它其实不是现在才发明的 它是在二战的时候就有了 可是那时候这种米波雷达 因为它有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它体积很庞大 它重量很重 那不是 我是随便在网络上面找一张 相片给大家看 它有很多形状 有的是甚至于在地上铺满了天线 巴木雷达 铺满了天线 这种叫米波雷达 那它的这个缺点就是说 它非常的庞大 重量非常的重 你机动性很不好 机动性很不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 它在它在侦测到的话 也很容易受到干扰 或者不管是电子方面的干扰 或者地形方面的干扰 它的讯号也比较模糊不行 另外还有一个它只能做二维的侦测 什么叫二维侦测呢 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一个东西在空间里面叫三度空间嘛 你必须同时侦测到敌人的这个 敌机的这个位置 地点 方向 还有它的高度 这叫三维空间 那这种 这种米波雷达 大概只能 侦测到二维空间 但是这种东西是 二战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后来因为飞机慢慢进步 这种雷达就被 就慢慢变成 不再是主流的位置 就是现在变成什么叫维波雷达 它的侦测的精密度就比较高 可是维波就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塞尔维亚战争的时候 塞尔维亚战争的时候 就有一天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的隐形战机F117啊 被击落了 被击落 那为什么会被击落呢 因为苏俄提供了这种米波雷达 侦测到这架飞机 侦测到这架飞机 侦测到这架飞机以后 就他们就锁定这架飞机 锁定这架飞机 那当这架F117打开弹舱 他这个短短的30秒 他失去他的隐形战效果的时候 就被塞尔维亚用飞战 把它击落下来 那紧接着发生了故事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些残骸 被击落下来这些残骸 听说了 听说有些残骸就被 当作机密资料 拿到中国大使馆 那美国政府很生气 他认为说 你这东西是不是要引大使馆 他为了防止这机密外泄 他就用他的这个B2隐身轰炸机 轰炸了中国的大使馆 造成很多人的伤亡 那美国来讲说是误诈 但是传说中 是因为这些F117的隐身战机的残骸 拿到中国大使馆 准备运回大陆去做研究 那美国为了不让这些军事情报 机密资料的科技的外泄 所以用B2轰炸机把它炸掉了 但是这是双方的这个传说了 可是我由这件传说之后 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米波雷达 他确实可以侦测到隐形战机 确实可以侦测到 这是事实 只是说他的体积膀大 他的信号微弱 或信号不稳定 但是中国大陆经过这么多年来 这不断的研发精进来讲的话 他现在已经可以发展出来 制造出来 这种米波雷达可以让他缩小 缩小到多小呢 可以缩小到一辆卡车上面 用卡车来带他 卡车来带他就有一个好处了 你机重性就很大 第二个又可以用军舰来带 他可以装在军舰上面 那军舰上面在海上面来讲的话 你走到任何地方 我都可以这个对你的隐形战机 来实施这个征收 所以说F35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能力能够突破 中国所发展出来 新型的这种米波雷达的侦测 然后达到他隐身的效果 对中国内陆地区 内地区重要的军事军政设施 军事设施来实施攻击 我觉得那就可能是美国自己 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部署在这边F35 是不是能够达到这种效果 可能来讲的话 如果中共真的是发展出来 这种米波雷达 专门刻你F35来讲的话 可能你这个已经就达不到你隐身的效果 你就失去你这F35的 五代战机的功能 然后再来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是说 美国要面临一个困难是什么 就是你F35跟歼20是对手吗 我们不敢讲因为双方现在没有打过 可是歼20也是隐身战机 你如果说是部署在冲绳 歼20的作战半径是2000公里 然后冲绳离中国大陆多远 只有400英里那么远 也就是说整个冲绳 是在歼20的攻击范围之内 这是光隐身战机对隐身战机 然后你可能就失在地理位置上面 在地理上面你就失去你的优势 因为歼20在2000公里是在我的作战半径 然后更何况歼20还配备了最新型的P10 P15这种不管是远程射后不离的 这种空对空导弹或者是中程的空对空导弹 那你F35是不是歼20的对手 我们不敢讲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双方发生交战行为来讲的话 可能来讲你F35你还有没有隐身的优势 这个可能都是美军自己要考量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事实上冲绳因为距离大陆 只有大概沿岸大概只有400英里 400英里 其实上不管在目前来讲 中共任何类型的导弹都在它的射程范围之内 就如我们刚刚钱英杰所讨论的 它将成立着近空部队的东风17 东风26 英级21 他数都数不完 他太多了 对不对 舰对舰 歼20 甚至于他的轰20 甚至不要说到轰20 轰6N所系带的 都是在他的射程范围之内 所以说我这边必须要说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美军如果说在这边 我们经常讲台湾有事 所以为什么今天早上 这个最新的新闻登出来了 我们看到 这次新闻我再给大家看一遍 就是台湾有事 日本政府要求三口线 三口线在哪里 就是日本本土 日本本土三口线 就代表什么 你冲神可以说整个是在解放军的 所有武器导弹飞机射程之内 那你日本就必须要撤走 那日本愿不愿意冒这种风险 冒这种本土受到解放军 这个火力的打击 然后让美军的F-35进驻 我想事后 在当时美国是老大哥嘛 日本一定都要听美国的嘛 那进驻是势必是 是在所难免啊 但是就是说你进驻之后 可不可以达到你战略威慈的一种成效 可能是美军跟日本政府 自己必须要考虑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啊 至于解决这个第一岛链这些问题啊 关键是在还是在台湾 台湾问题最好还是要能够按照 我们这个两岸之间能够和平 能够相处之道 如果台海之间没有事情的话 解放军大概也不会对日本下什么这个军 用军事手段来做这种攻击的手段 这才是真正正本心愿之道 而不是双方在比看谁的鸽背大 谁的肌肉大 谁的武力强大 其实对这些老百姓来讲都会深受其害 这是第三个跟大家说明的就是F-35 进驻冲绳 可不可行 可能美国来讲的话 要面对以上这四个问题 就是他F-35还没有隐身效果 对不对 冲绳老百姓能不能够接受 那他面对中共这个歼20或者个型导战的攻击 他有没有这种防卫 还有没有隐身的效果 这些可能都是 还有中共最新型发展出来这种米波雷达 等等这些问题 我想都是美军自己F-35进驻 所要考虑 还有他自己的维修的能力 他后勤保障的能力 可能都是美军自己要考量的 毕竟你一架飞机 从冲绳再运回美国本领去维修去保养的话 这种开销是非常大的 而且会形成所谓的战力的一个空隙 因此我认为说 这F-35进驻冲绳 其实对解放军的威吓效果 并不会如他们所预期来的这么好 接着下来最后 我想说 要跟大家讲乙哈战争 首先我想说乙哈战争 先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也是今天早上报纸登的 这是今天早上的新闻 乙哈休战协议 预计再延两天 这是一个好消息 最起码就人道立场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这是人道就人道立场来讲 那我们先不论说是双方谁胜谁败 但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 那之前已经停火四天了 这个对加沙地区巴勒斯坦的难民来讲 可以说有了一线生机可以喘了一口气 我们更希望能够能够看到是经过四天的停战停火 然后又再延长两天的停火 事后是不是还有可能就继续再停火下去 看到和平的曙光 看到人道的一个救援的一个希望 那乙哈这次的为什么愿意停火呢 我觉得最大一个原因是中国出面 中国出面讲话 我们都知道乙哈一爆发冲突的时候 美国是百分之百力挺以色列造体 甚至于不顾世界舆论的这种反弹的力量 不顾人道的立场 就是力挺以色列造体 那还派了两艘航空母舰 双航母 在威泽 这个穆斯林周边的中东地区的国家 叫他们不能干涉 同时提供以色列大量的军援跟武器 然后造成加沙地区 以色列有恃无恐 在这个地方进行所谓的 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残害当地的平民百姓妇孺 总共死亡了一万三千多人 其中大部分都是妇女跟幼儿 这真的是惨不忍睹 那这在联合国也曾经有过四度的提案 安理会有四度的提案 说要求双方人道停火 但这四次的提案都被美国 美国一票否决 否决掉了 美国就是力挺以色列 他利用的 他讲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以色列有自卫权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你一个抢到去人家里面抢东西 对不对 人家反抗你 然后你说 你说我有自卫权 对不对 你不可以打我 我到你家来抢东西 你不可以打我 我有自卫权 你美国怎么可以讲出这么一点 这个毫没有人性的话 然后任凭以色列在这地方 你说这些妇女 这些这个儿童 是哈马斯 是恐怖分子吗 但你杀害了一万三千多人 这全世界几乎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那终于在中国出面之下 能够达到一线曙光 为什么我说中国出面呢 我们从时间手上面来看 第一个哈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阿拉伯国家 在这个11月20号的时候 到中国聚集 拜会中国外长王毅 请王毅出面 因为这阿拉伯这七个穆斯林国家 他们知道说 我去找美国没有用了 跟美国拜托 叫你们赶快基于人道停火 美国不会 美国只是一昧的袒护以色列 所以他们只能找 另外一个大国来出面 这个大国就是中国 所以说他们去找王毅 那王毅也答应 帮他们来出面 这是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 在11月20号的时候 这些穆斯林的这些 总共有七个国家到这个地方去 跟中国开口 跟中国讲比较一点 叫求救了 拜托中国来出面 致使这场人间惨剧的继续发生 来解决巴以的问题 然后紧接的是什么呢 是习近平在21号的时候 21号召开金钻会议 包括到 由南非总统来主持的金钻会议 金钻会议 总共有11个国家 那习近平在会议上面 特别提出来几点的说明 第一个就是说 关于这次冲突 应该要立即停火指战 双方大家就不要再打下去了 这是人道 双方在一起如果不立即停火的话 受伤受害的死亡了 都是一些平民无辜的妇女跟儿童 这个是产无人道的 要立即停火 第二个是要保障 除了停火之外 要立刻保障人道救援管道的 这个畅通以及安全 立刻让这些救援物资能够进去 我们知道 这个加沙地区已经是 这个人间炼狱 已经人间产狱 很多人受伤 很多妇女要生产 甚至于 这两天的新闻说 有一些妇女要剖副生产 他几乎都已经没有办法麻醉了 就直接这样子 儿童来讲也没有在 没有麻醉药的状况下来开刀 那传染病 这个拉肚子的咳嗽的 大概都已经上万人了 在这种状况下 这种人道救援物资要立刻进入 这是第二点 习近平提出的 习近平提出第三点就是 国际社会要赶快拿出具体措施 来防止冲突扩大 因为我们都知道 习近平讲这话就是说 这个以色列已经在攻击北加萨地区了 紧接着可能继续向南加萨 发动军事上的一个火力攻击 所以这个冲突会继续扩大 受伤受害的民众 伤亡的民众 这个巴勒斯坦人会继续增加 所以习近平特别呼吁说 全世界要拿出拒绝的措施 不要再让这个冲突继续扩大 就暂停在这边 然后习近平在这金端会议 其实他最重要代表含义是 所以金端会议虽然说这十亿个国家 这十亿个国家代表是南方世界 对抗G7这个国家的一个 一个南方世界新兴国家 一个力量的声音出来 那对美国对全世界舆论来讲 甚至于对以色列来讲的话 都有不可抗拒的一种压力 然后紧接着马上就是在最后 就是联合国在张军当安理会 轮值主席的这种状况下 经过前面四次都没有通过 第五次终于在张军主持的会议之下 通过了停火案 通过了停火案 所以双方就达成停火的协议 在24号开始这双方来讲的话 以巴双方停火来交换人质 这个是不管就以色列的人质来讲 其实这些人质也很可怜 我看到也都是一些女孩啊 女生啊妇孺啊或者是儿童啊 事实上他们也是无辜的 能够被释放出来 我们当然要为他们值得庆贺 也很高兴他们一家能够团聚团圆 然后这个以色列也放了一些巴勒斯坦的游击 对一些囚犯回去 这个达成一个和解 当然这是中国出面啊 造成全世界共同的舆论 要求美国不可以再加马加火 这个这个以色列 帮助以色列来对进行这种产无人道的攻击 那另外第二个我特别要说明 为什么以色列就这样子 这个就愿意接受呢 我觉得以色列自己在这场战争之中 他的作战的付出的代价 其实也是很大的 大家不要以色列天下无敌 当然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做 这个恨的怕不怕死的 也就是那种蛮恨的人啊 就像以色列这种军队 是蛮恨的人 他怕什么人呢 怕什么不怕死的 现在我们可以说哈马斯 你已经自我于死地 我已经没有活路了 我就跟你拼到底了 我就是不怕死 那以色列来讲虽然说蛮恨不讲理 靠绝对的军事武力优势 就是要攻占这个地方 但你碰到那种不怕死的 你付出的代价还是很伤亡很惨重的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以色列 他们的坦克车 叫梅瓦卡坦克 这是很特殊的坦克 他一辆坦克 他有六个驾驶员 就驾驶啊 炮仇 副炮仇 车长四元 之外他还可以带六个步兵 他是很特殊一种设置 全世界大概只有他这种坦克 所以他一辆车子里面 就坐了十个人 那我们在镜头上面看到 这个哈马斯成员他用什么 他就不怕死 他没有战线 你进去以后 他突然从巷子里面 冲出来一个人 对着你就是一枚的这个火箭弹 RPG火箭弹射过去 那一枚 或者是说就冲出来一个赶死队 就冲到你战车后面 给你放一个炸弹 就给你引爆这样 那你知道一辆梅卡瓦被炸掉以后 集结了什么 是十个人的伤亡 因为他战车里面坐了 坐了十个人 不是四个人 所以他的伤亡 相对的一定也很 也很 也很惨重的代价了 因为你碰到这些不怕死的 哈马斯渔鱼队 你让他 我们 遵的兵法讲 为师必缺 对不对 你要让这些人有一条 有一条活路可以走 他才不会给你死磕 死磕到底 他给你死磕到底 你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所以以色列 他们虽然说公布只伤亡三百多人 但是我认为树木绝对不仅仅仅此而已 他一定有更大的伤亡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 就是打了一个多月 你那么优势的兵力 你进去北加萨地区打了一个多月 到现在为止北加萨还没完全打下来 以色列还有很多的哈马斯在坑道里面 甚至有很多人已经转移到南加萨 你以色列等你打完北加萨 你要再向南转移到南加萨以后 可能你这个旷日费时还要更久的时间 那你以色列你到底 有没有这种国力 可以支撑这场战争到那个时候 我们要知道以色列 其实国家资源其实并不丰富 他很多要靠美军来支援他们 以色列国家并没有什么众生 小小一块地方 在这地方 你没有持久作战的本事跟本钱 我们讲他现在人家估计他一天的占军费 打车场战一天军费 花费要美金一亿 美金一亿 为什么要这么多钱 第一个你想想看 他征召了30万的这个后备军人 我们都看到新闻报道 甚至有一些新闻说报道到36万 这36万军人来你要不要付给他薪水 你自己本身的正规金你就要付薪水 这36万来你要不要付给他薪水 我们目前得到的讯息是 他这些这36万的后备军人来 一天是300块美元的工资 一天要付300块 你看看36万一天要多少钱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以色列北边 跟尼巴伦交接的地方 他因为这些以色列的住民 住民啊 居住在以色列北边这边 因为以色列要防止这个曾祖长 对他们这些住民来实施火箭炮的攻击 所以他把这些住民往南搬到 他们往南边搬 那这些住民往南边搬 相对的你要不要提供这些住民 他生活设施以及居住饮水这些问题食物等等 这又是一笔开销 那当然最严重的是武器弹药的消耗 当然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呢 是美国自愿他的 所以说美国人家都说以色列是美国的爸爸 对不对 美国他就无条件提供他们这些 那因此也造成乌克兰那边来讲的话 泽伦斯基现在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被冷落 因为所有武器都支援到以色列去了 然后乌克兰那边缺少这种武器 所以我个人当结论是希望这场战争 基于人道立场在这个时候 不管是以色列或哈马斯 双方能够达成和解 经过这次停战以后 再有第三次第四次的停战 双方在中国调停之下 能够尽快的恢复和平 然后恢复人道生存 然后这个实现 这个习近平所提的两国方案 才是正轨才是正途 才是解决长远和平之道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著名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也睡得很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给我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只要你给我点一次 不许可 不许可 你不许可 也不许可 不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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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可